哈登罪搞笑一次济犯 失敌一笔之道 环石碧山 好家伙 原来是通行啊 老四只一带你弯道超车 看篮球 2018年10月21日 火箭队奔赴斯泰普斯中心球馆课程挑战 呼人队 此一对阵詹姆斯的 火箭队火箭而言是一个艰难的挑战 他们不仅仅要对抗场上的呼人球员 还要与整个斯泰普斯中心的球迷为敌 果然在次节进行到中断时 意外发生了 当时比赛进行的第二节 5分27秒 斯泥芬森拦下打伸后再度扮演了刺头的角色 他用头顶向身旁的哈登已是挑衅 这也让大胡子机位不爽 他一手吃球一手推了一把斯泥芬森 然而裁判此时却立刻想烧 哈登就这样莫名其妙领导技术犯规 净状全场呼人球迷开始起哄 要知道哈登可是造犯规高手 但碰上斯泥芬森也只能暗自制别 看来在被联盟规则方面 还是失敌更胜一筹 不过随后的比赛中 哈登也因此唤醒了心中的斗志 憋着一团火的哈登 整个状态变得完全不同 进攻团面对詹姆斯的单方 一个剑步甩开詹黄 从左路突破的篮下 赢着麦基就是一击单臂怒扣 防守端一屡次送出肥琐斯的枪断 在他的带领下 最终火箭翼124比115战胜呼人 全场哈登砍下36分 七个浪漫五次入攻两次枪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